是又大又多 有三块排骨 这碗面只有120台币 台币有这个价格的面 台米币 太嫩了吧 上次有网友跟我说 台湾的牛肉面灌绝天下 真的是笑话 我今天吃到这碗 明明比台湾牛肉面还多了 真的是笑话 生活很好 朋友们是这样的 因为我等一下呢 约了理发师要给我修剪刘海 所以我今天发型就特别糟糕 大家不要介意啊 我不管我最美 我现在嘴巴有点馋 我现在在双联站这边 我想去富店附近找一点吃的东西 我想吃一下我没有吃过 现在先随便看一下吧 看一下什么店引起我的好奇心 我今天头发特别乱 等一下再剪先号就好了 所以大家今天不要嫌弃我 今天是丑陋的一天 爸爸 终于有人给我吵了 我现在看到一个什么 什么面店 就是面 就是面 看上去有点印象 他说面好吃不简单 简单做就是面 我很好奇我要去吃了 刚才点了番茄排骨拉面 肯定这个店面还是挺整洁的 而且只有夫妻两个在经营 现在是饭店整洁的太多了 我被四面围攻 因为台湾的道地美食都掩藏巷弄 经过的时候 我的女人一一敢告诉我 这家店绝对不会有差 没想到我刚才一查 这家店Google评分居然有4.8分 哇 没来了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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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上周的时候我整个正经营 好大好大一碗点 看上去全都是菜 拿点面 我在底下 这么大一块 而且老板有这个配 这色彩搭配也太有人 刚才想点他们这个牛肉面 清炖牛肉面 老板去让我点这个 番茄排骨面 一般番茄汤不都是红色吗 为什么它这个就是透明的呢 反正吃面的就是一口 专心的大条 大喝特喝了五六七八口 新来一块干绵肉尝尝 这味道就是我妈 在炖排骨头的味道 大吃一口 那是骨头说的肉 我刚吃完它 它上面虽然写的是拉面 但是我感觉它这个拉面 不是那种细细的拉面 它是那种像 而且面是手改变了 它吃起来就是手改变的味道 其实我更喜欢细细圆圆的 它吃起来有种小嘉宾的感觉 特别有气质 这种面的话它也是好吃的 因为这种的话吃起来就是比较有嚼劲 更Q彩一点 这个排骨真的是又大又多 只有三块排骨 而且这碗面只要120台币 台北有这个价格的面 而且料这么多这么实战 吃起来有种粗矿感 粗矿粥 还带着一点点细细 还喜欢什么 你们知道这碗 番茄排骨面里面 有多少种蔬菜吗 南瓜 番茄 糖心蛋 还有花椰菜 高丽菜木耳 现在吃一口它的糖心蛋吧 它这个蛋白也太嫩了吧 嫩附附的 洗了惯了 蔬菜怎么这么脆 它把那些蔬菜都捞起来保温 然后当要出餐的时候 再把那些蔬菜用热水这样烫一下 在上餐的时候 它这个蔬菜就能保持出它的爽脆 一个鲜点 我恐怕爱吃蔬菜 如果每天不吃一点蔬菜水果的话 我就会这么难受 什么蔬菜我都爱吃 它这个好鲜甜 我觉得以台北的物价 随随便便一碗面的话 就要200起跳了吧 我指的是这种档子的面 它虽然卖120 我觉得卖220 320 它都是可以的 我终于知道 为什么刚才老板 要让我尝一下他们家 这个番茄排骨面 我看到别说他们 他们都在点这 偷瞄到了隔壁的清炖牛肉面 看着也不错 它这个排骨 真是感觉有吃到的 它是啥味道 我妈以前经常炖排骨汤 它就是这个味道 老板你赚钱吗 太合适了 它这个排骨 超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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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 我觉得雨无伦次了 无语 稍微加一下肉就剥开了 经过了金星星的熬炖 很难来吃 看这样的味道 我爱排骨啊 我现在宣布 海北吃过的面地里 才名第一 超过了什么 林东方 什么刘山东的外面 我现在已经不爱牛肉了 我爱的是排骨 我心心心中只有排骨 焦急蛮烂 一口两口三口四口 我觉得美美小用 我老虎一只吃吃好 最烫的 酒 湯黄肉就这肉碱了 牛肉就是这肉碱了 你还能吃不吃 骨头是吃不吃 那就是街头的 去吃骨头 去吃骨头 吃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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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点咬骨头 吃骨头 这边的蝙蝶 太好吃了 成功給它炫完 光彭了 味道真滴不错啊 阿伯怎么了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我刚才光盘了 我吃完感觉无比的幸福 刚才眼光真的不错 随便走一家居然是这么好吃的店 他那个汤也太鲜甜 我汤都喝完了 可见这碗面有多好吃 我这个影片到时候发出来以后 都被大家知道怎么办 那我以后过来还排得到队吗 毫不吝啬地分享给大家 好店就要分享了 对吧 毕竟咱们关系还是不错的 到这个份上了 你如果再不订阅的话 就真的说不过去了 我也很纳闷 这个老板有点奇怪 他就不让我点那个牛肉面 他偏要推荐我这个番茄排骨面 好谢谢 等一下我要去剪头发 刚才头发是不是特别乱 不管它 吃完我就很开心 接受我的善良 那就请你善良地给我 懂了 拜拜 在此声明 这不是一个合作影片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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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